1945年8月15日,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,华夏儿女奔走相告,庆祝胜利。 为了这一天,中华民族奋战了14年。 1956年,沙阳市皇宫区黑龙江街77号的一幢股市邪言闷顶二层小楼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。 在这里,新中国政府对最后一批在押的36名日本战犯进行了公开的审判, 由此为中国人民抗战划上了胜利的据点。 如今,昔日的特别军事法庭已经成为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就职陈列馆, 作为重要的物质遗存,向人们讲述着那场正义的审判。 8月15日,记者走进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就职陈列馆。 我们陈列馆这种建筑很特别,它始建于1954年原为中国科学院东北飞院的俱乐部所在地, 1955年成为力群电影院,1956年新中国政府经过多方考量, 最后选择这里作为特别军事法庭,一方面出于安全, 因为我们这个旧址以前的地方有一个防空洞, 这样便于战犯的安全警戒。 还有一个考量就是这座建筑的特点, 因为这个建筑更具有审判日本战犯的庄严肃穆的氛围。 在完成重大历史使命之后,1957年,特别军事法庭由沈阳市电影公司接管, 更名为北陵电影院。 1996年,这里被沈阳市政府公布为沈阳市文物保护单位, 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等相关部门的积极努力下, 2014年5月18日,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就职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。 开放后的陈列馆受到了社会广泛的关注, 自2014年建管到今天,我们陈列馆已有10年的时间了, 这10年的时间我们接待了百万的观众来我们馆参观学习, 同时陈列馆作为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, 积极发挥着作用,像对青少年的教育,党性教育, 我们也是在积极开发这方面的工作。 陈列馆通过复原陈列和史实陈列的有机结合, 以文字、图表、照片、史料、文物、音像、多媒体演示等展览形式, 全面展示了1956年6月9日至7月20日,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开庭审判 36名清华日本战犯的重大历史事件。 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分别在沈阳和太原两地进行, 如今,沈阳审判日本战犯特别军事法庭, 作为新中国现存的唯一审判地, 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意义。 陈列馆制建成以后, 积极向社会征集文物, 从2016年连续5年, 我们开展了寻找亲历者见证人活动, 建立了口述历史的档案, 增集了近300多件的珍贵的历史文物, 与十几位亲历者及其家属建立了长期的联系, 对研究新中国审判增加了丰富的历史资料, 也为后续陈列馆的发展奠定了非常有利的基础。 2014年9月, 陈列馆入选首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命录, 2019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 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, 全国法院革命传统教育基地, 国家3A级旅游景区。 中文字交集词 中文字与挑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